好 那是有很多人的努力的結果 好 那我們現在就是要跟各位同學講 既然做完了 我就要跟各位同學講這個 所謂我跟各位同學講這個名詞子句 其實這個東西是 講比過去三年所學到的東西 我們不講三年喔 不要講說 各位同學你學英語是從國小三年級 對不對 大家都國小三年級對不對 有一個比較落後的學校 其實落後的學校講不對 通常都都市 反而越都市越不想要讓你那麼早 因為要看你師資 很多學校 越鄉下譬如說水燦林 越鄉下的學校譬如說口湖 那像國小 國小英年系就開始教英文了 結果那個英文程度最差 為什麼 因為師資太差 我常常都會講說 這裡每一次都有老師跟我講 北城國小最近有哪些老師來應聘 變成新的英文老師 然後我看到那個名單 我就覺得很不知道該怎麼辦 因為什麼 他們都曾經在嘉義 申請真實 也就是嘉義的小學 他真實完 不想要的 再來申請北城南洋 他們一定有某些教學 或者是學習能力的缺陷 他才會跑在這裡 然後他就被錄取了 這樣的師資 你覺得能夠把你教好嗎 好 所以這個是我們常常見到的一些事 那麼你在國中 所以我一開始的時候 開宗明明告訴你說 我們學到這個主題 這個是三年你所學到的東西 你不太可能期待你一次這樣學會 如果你有這樣的心態 請你要稍微調整一下 你過去三年 或者你想要再這一次就學會 或者兩次學會 對不起 你還是要再花三年再去學一次 這三年學一次要保證你說 如果你真的願意把它學好 這三年對你來說 你到大學去挖寶的能力就有 你現在學會的是要去挖寶的能力 不是你知識能力 因為你到大學裡面 這個知識會繼續延伸 繼續執長 這個能力會繼續成長 你在大學那時候 是因為你會挖了 所以你到社會上攻去 你學會解決問題 會挖寶才會解決問題 不是你大腦裡面能裝什麼 那裝上去如果不會用 那個就是垃圾 那我那天也就說 我就跟他講說 但是你有沒有想到 在邊邊間有一個好處 你不會受到學校學生來往影響 第二件事情 你上課廁所很近 不用趴趴很遠 對不對 第三個 你們有側門很容易就可以出入 要開小差去買一些 譬如說你可以外帶 對不對 我們全班50份珍珠奶茶 珍珠一定要抓一隻牛 在現擠之後 然後馬上放進去煮肉奶茶 多好啊 新鮮又美味又快速 所以側門有側門的好處 要開小差 你有沒有叫開小差 要落跑 特別快 所以只要一件事情 你怎麼想都可以的 不要把自己限制了 但是有一件事情 就關於學習情 不要覺得可以訴訟 如果今天你想要在 人家學了三年東西 你想要一次兩次三次就要學會 你把那些隨著三年的人都當白癡 有沒有覺得 不太可能吧 所以老師 在今年暑假 因為我們有一些新的中學 我不得不這樣做 因為這樣是對不起 原來在這裡已經聽了三年的學生 我對不起 為什麼 因為我得要再稍微重複 所以我得要用努力的去把 我東西要更新 創新 才能讓你覺得說 對 我雖然聽的是很類似東西 但是我聽得更懂 而且老師講的變化不一樣 我必須要讓原來的學生 覺得老師用心 真的讓他每上一次 就是更上一層樓 這總共有幾層樓 有1078階 所以你現在不會在第10階而已 OK 我再講個10次 100次 你都可以聽得懂 我到大學去講的東西 都不一樣 但是到大學去 絕對不會跟你講 什麼名詞子句 你聽不懂了啦 因為你又不是要上英文 然後我叫大學去 你要上的英文 是要告訴你如何欣賞一個文學作品 天啊 如何欣賞英文 會不會再講文法 不會 這就問題大了 你千萬不要期待 我現在 就是要在大學再去學習 你在面試的時候 也千萬不要告訴我 我是來學習的 馬上人家打了槍 你去比較低等的學校去學好了 你來這邊是挖寶的 去發掘自己 看你自己有多少能挖寶 所以一個學校最評鑑最大 高達百分之三十 就是這個學校的價值 評分百分之三十是什麼 我剛剛講的就是餐廳 餐廳有用 餐廳有幫助 餐廳又有氛圍 雲頂餐廳 樓中樓餐廳 包廂 有小姐可以陪的 還有那個什麼 一般的學生餐廳 都很重要 製度 也許 那製度呢 涉及到我們的校風 所以你走進去的時候 你會不會看到 老師跟你講 你每次如果要看到一個學校 我的學校 你如果要看到一個學校一個經典的代表話 就是 他有一條 耶磷大道 自從因為有那條耶磷大道之後 你每一次就會看到那個拍照 每個學校都學習 模仿 要來個椰林大道 就是學校從校門口進來 通向一個很大的大道 這邊叫做什麼 路門叫做什麼 新生 後面叫什麼 失敗 就是走向失敗 椰林大道不重要 但是校風很重要 你就會看到 在我的學校 它的最經典的照片是什麼 一個人穿長袍 我們叫做什麼 不是旗袍喔 長袍馬褐 你們看過長袍馬褐 什麼叫長袍馬褐 長袍馬褐其實 你把它打開之後 裡面就是內衣 就是白色的 白色的褲子 我們叫做秋衣秋褲 什麼叫秋衣秋褲 就是你在秋天的時候 在家裡的時候可以穿的 那個叫做內衣內褲 但是你不會穿內衣內褲出來 你通常如果出來的時候 還會有一個背心 然後再圍一個那種 就是兩件 但是裡面其實是用很舒服的那種材料 所做的會透氣的 對不對 好 外出符叫做馬褐 外馬褐就是叫什麼 你可以上馬 馬褐 你會褐在 它整個東西就是這樣套上去 就是褐在那裡 那個就是外 就是外 中國清朝的外出符 好 這叫馬褐 你在哪個學校你會看到一個經典的照片 就是有好多學生穿馬褐 然後再進來 他進來的時候 穿馬褐 對不對 還有一個學生穿內褲 後面有小兔子 不是 好 你會看到有這樣 這個人 非常的優秀 這個人叫做李敖 就是你看到這個學校 李敖 這李敖 他在他中期一生 他從大學的時候就是跟所有的政府的人打官司 大概一生當中打下官司有大概兩三百件 他不是法律系喔 他是我覺得應該是中文系 哲學系 他應該是中文的李敖 哲學系哲學系 他是哲學系的學生 他是第一志願軍事哲學系 他很優秀 他要唸哲學系 他第一志願喔 他不是說我是分數考很低然後去唸哲學系 不是喔 他是分數考很高 他是才子 然後他考全校第一名 他第一志願要去唸哲學系 然後呢 他一生當中 到他六七十歲 他一直都在打官司 我告訴你毀謗 你要賠我 毀謗喔 你說的話 對我說的 你說關於的話 你說錯了 我要證明你說錯了 如果我證明得了你說錯了 你就要賠我兩百萬 他很有錢 他一輩子都很有錢 因為他每一場官司都贏 沒有輸過 他不用取律師 他就直接上法官面前 他跟他講 我講給你聽 他哪裡錯 他以他的優秀的頭腦 口涼涼涼變才 贏得了每一場官司 所以很有錢 知道嗎 李敖 李敖應該死了 最近 死了 死了之後 所有的年輕人都很開心 為什麼 因為有他在台灣的歷史巨破 這個名字沒有人可以贏得他 他寫一套李敖拳擊 關於所有的歷史評判 全部都有 你讀完他 你的歷史思想又很厲害 但是你寫不 你沒有辦法跟上 因為他沒有死 活著的人不肯 說他比他優秀 這樣了解嗎 好 他只是在學校 你每天都要看那個夜靈大刀 你就看到他穿著長袍馬褂 在那邊放在床上去 裡面穿內褲而已 好 所以老師跟你講 三年 你所學到的都跟這個 那你現在就知道 我們英文的每個 從你的拼音 拼音呢 我現在來講 你的字母 到你的拼音 這個結構裡面 到了 到了字的結構 這個是跟你 學習一個字有關 可是這個字 它後面的結構 就帶到你這個叫磁性 這個字是什麼詞 基本上他就決定了 這個字應該在一個句子當中的哪裡 所以我們在講磁性的時候 我們就要想到 主詞 主詞呢 他必須是名詞 我開始錄影了沒 錄了 糟糕 那個前面又是堆廢話 你們應該絕對不會是廢話 因為這有提供很多的information 一個學校最重要的是什麼 他那個圖書館藏書 全國最多的 最大的圖書館是哪一個圖書館 應該可以插得出來 國家圖書館 這台灣國家圖書館 這台灣國家圖書館 這台北圖館 好 台大圖書館 全國的他的藏書 高達800萬冊 沒有人比他多 這你可以理解嗎 因為圖書館是一個學校最重要的 他藏書包括他的所有研究所 研究的論文 800萬冊 其他學校沒有很少超過500萬冊 很少 所以你能了解嗎 一個學校藏書 所以我們就要問你 全世界排名第一的哈佛大學 藏書多少冊 1200萬冊 我們八百萬冊 又比他少了十分之一 一半 所以他為什麼是世界第一 我們是世界第五十 這個學校 對不對 那其他為什麼都排不到一百 沒有台灣大學 台灣的大學沒有辦法排到一百以內 因為什麼 全校太多大學了 對不對 好 所以你能了解嗎 原來一個學校藏書 哇寶啊 對不對 所以我告訴你 我大部分在大二的時候 我在這種天氣裡面 我都幹嘛 我都穿棉袜 穿滑雪的服裝 去哪裡 去圖書館 圖書館的最深冊 有老到四百年的書 那個書百年的書 你真的要小心拿開 你一打開的時候 啪 你就有了毀壞古籍的罪了 為什麼 那個書已經老到那種 已經變硬了 你小心 啪 糟糕 你破壞了一本書 怎麼辦 王嘴幫人塞 煙媚證據 不然怎麼辦 你出來的時候 那時候還好沒有攝影照相機 所以現在小區 現在有攝影照相機了 你這樣設下去 之後你就馬上要被告了 你毀壞公物 毀壞古籍 因為那個書已經老到 你這樣一撥斷掉了 它不是彎曲 是斷掉 它是現裝書 你這樣一撥 那個書就衝垮了 啊 那個書就沙利上 然後我通常會帶睡袋 為什麼 因為那個冷氣超強 那通常會保持在大概五度左右 為什麼 因為那些書都進不起 溫度一高就會有蟲子來吃它 然後溫度高就代表濕度 那個東西就會發爛 然後有四百年的藏書 你去哪裡找四百年的書 你們家看看有沒有 被放在床底下 對不對 台灣的家裡面都是放錢 放鈔票 很難常放書 好 所以你要知道 講到名詞 名詞你一開始在學 就是名詞 再來是動詞 所以你要知道 這兩個是句子最基本原始的狀況 所以你問我說 名詞子句是什麼 這個名詞 除了當作東西的標籤之外 它還有一個叫做功能 它的功能就是什麼 主題 要不然不是主題 就是接受的主題 所以我們就會出現一個東西叫受詞 受詞 受詞當然也是跟名詞有關 然後再次說明名詞的 我們叫做形容詞 它一定就在名詞的身邊 不然你發明它幹嘛 說明動詞的就是副詞 好 我們知道了基本的句子結構 你為什麼要去認識這些字是什麼詞性 從字的結尾就會看得出來 這個老師已經在過去這一兩年當中 我都會跟你提一下 你這個字要認識到什麼詞 看字尾很容易判斷出來 因為不會誤差太大 我因為知道這個 可是你知道 我知道這個是在什麼時候 我到高中的好幾年級 我開始讀字典才知道 原來詞性是這樣子的理解能力 我不是從老師那邊去學到的 沒有 所有老師都一樣叫你背背背 你到這裡這麼久 我叫你背過什麼 我叫你思考 我把你當作大學生 我把你當作一個未來的台灣的未來 希望台灣的未來 所以我是這樣懷著尊敬你的態度 而不是說把你當作笨蛋 把你笨蛋講話不會這麼樣子 對不對 不會把你當作是學生後輩 你永遠不會超越我 我希望你超越我 因為這樣子就是我人生的目的 你如果你可以超越我 我就覺得 我這段時間陪你賠的有價值多了 我已經沒有辦法賺得比我以前 我可以一場演講 那個一場演講 我馬上收到紅包是兩萬塊 一場演講一個小時而已 我就賺兩萬塊 因為我跟他做得很棒 他就這樣子 他就這樣 他就這樣子 我就這樣子 我一定要跟著他一樣 因為我是做同步翻譯 對不對 大家會笑 是因為他講話好笑嗎 不是 因為我講話好笑好不好 因為他是聽我的中文 對不對 然後大家問問題的時候 他會想笑 是因為什麼 我翻譯得很好笑 並不是因為他問的問題很好笑 因為他聽不懂 我是這樣 我的最高的地方 是一個小時可以賺兩萬塊錢 對不對 好 但是我不可能 我在這裡一個小時 賺不到幾千塊 所以那個是一個 我剩下來就是我可以做多少 為你做多少 為你做多少 我曾經有我的價值 你因為覺得老師有價值 所以你在這裡願意花這個時間 好 所以 所有的 我們剛才講說 但是你可能就要想到說 你一句話不會只有一個動作 所以當你出現到兩個動作的時候 你就需要用到連接詞 這兩個連接詞的目的是什麼 表示這兩個動作到底是什麼關係 對不對 所以我們講連接詞 它其實在表示什麼關係 第一個 表示同一件事情的關係 and 不同事情的關係 but 對不對 可以選擇關係or 然後呢 可以表示什麼 因果的關係 because 對不對 一個事實之後 才產生了一個後作用 那麼叫做 Although 所以 它的這些連接詞 都告訴你 那麼另外一個叫做 我們叫做關係詞 所以你再問我說 關係詞 為什麼我會不太懂 因為你前面已經被這些連接詞擋死了 導致於你沒有怕去思考 什麼叫關係詞 我在連接詞裡面 我先教你對等連接詞 所以這兩個動作 它是先後 因果 那種and 兩個東西有衝突 用but 好 你都在講兩件事情 那是我們事實上 這件事情跟這個東西 它不一定要跟兩件 它跟它的地點 跟這件事情的時間 跟這件事情的某一個名詞有關 那就不是兩個句子 那是叫做說明 說明那個前面句子的一部分 那叫關係詞 所以關係詞 並不是要說明前面句子的整個句子 它說明前面句子的一部分 那個部分是什麼 通常就是名詞 所以關係詞 你看到我們現在 一個句子 它的結構是這樣 然後呢 我如果加上一個關係詞 我就要看 這關係詞 到底它跟這個名詞的關係是什麼 這叫關係詞 一定要有相關 它跟這個句子 不一定要相關 所以從關係詞開始 第五冊 詞態就可以不一樣 我只是要說明這個名詞 那個我講這個名詞 放上時間 這個名詞的位置 它就不需要是 跟前面的時態有關係 所以當你時間的狀態 兩個句子的時間狀態 已經是不一樣的時候 恭喜你 你在進階了 我剛剛一個開始跟妳講說 我女兒告訴我說 她們搬到一個廁所旁邊 因為她們第一班 天下第一班 那第一班一定在廁所邊 我想想看 在廁所邊有什麼缺點 好多缺點 但有沒有優點 人都習慣來去看她想看的 我們要去看到她沒看到的 我們讀書學習的目的就是 我們要去看 我們沒看到 因為那裡才是寶 人生如果你看的都是對的 那麼你就是神啊 對不對 如果你是神 你看的都是對的 因為神說的話都對的 所以你看 這個字叫做feel feel叫做神 所以加上ry之後 叫theory 叫做理論 因為神講的都是理論 理論都是對的 但是不可實施 不可能發生 所以我們講到這個字 那她引申到了theoretically 她接下來就是e theoretical theoretical就變成理論上 老師忘記 theoretical 這個字太長了 theoretical theoretical t-h-e-o-e 我好棒喔 又被我拼對了 theoretical theoretical 然後再加ly 負詞 所以你在關於磁性的部分 可能在你這個 就已經出問題了 你不知道 可能在這個地方 你就出問題了 你不知道 所以老師才需要 跟老師相處一點 慢慢的幫我來幫你 幫我來幫你 你的能力非常強 有一天 你如果對自己的想法 很有自信的時候 那個就是你 英文已經是成就的地方 跟你考幾乎沒什麼關係 好 所以我們現在講關係詞是這樣 其中一個關係詞呢 我們稱為叫名詞詞句 名詞詞句就是這個句子 關係詞呢 這個句子 做名詞 那做名詞 你就要想到 它是當主詞或授詞 對不對 那麼你就必須要取代 老師就講 做名詞詞句 你就是要取代這個名詞 所以這個就會不見 做主詞 就會取代它 所以它要取代的s或o 就可以不見了 那麼可不可以 所以兩個同時都取代 沒這回事 那你這樣子就太恐怖了 那你就 你這個句子就要猜 那它是主詞還是講授詞 兩個都可以取代 不行 不能同時取代 只能取代一個 這樣了解嗎 那本身它又可以成為句子的一部分 跟句子的一部分 是一部分或不是一部分 就決定了這個關係詞的詞性 因為它在這個句子當中 所以我再說一次 如果這個句子 它是這個關係詞 是後面句子的一部分 只能當主詞或授詞 所以如果是主詞或授詞 那個叫做關係代名詞 如果它跟後面句子沒有關係 它就叫名詞詞句 對不對 或者叫做副詞詞句 它不要取代這個字就好了 它不要取代它就叫副詞詞句 它取代它就叫名詞詞句 它必須還要搭配著它跟 所以一定會有一個字 它叫什麼樣的功能 都跟它前面跟後面有關 我跟你講的是概念 你如果聽得懂 我覺得你應該要聽三年以上 聽不懂 你聽三年以上 還是可以聽不懂 但是你如果聽半年 聽一年你就想要聽得懂 你太優秀了 你太優秀了 我很希望我叫到這種人 誰不想要得天下英才而教之 誰不想 對不對 做夢都會微笑 但是有嗎 每個人都這樣 做一個老師一定要希望得到 言悔這樣的學生 你有沒有聽過言悔 哇聰明啊 然後舉一能夠反三 舉一反四 可是天底下有多少言悔 所以老師在講名詞詞句的時候 告訴你 名詞詞句它其實都是要由 之前的疑問詞來 之前疑問詞呢 你在一年級都學過 所以我再說一次喔 這些名詞詞句 你其實都是在一年級的時候 二年級的時候 已經學會了 他整理後換另外一個到三年級的 第五冊的時候 他跟你講 你所知道的這個 以前學的這個東西 他要轉 再加上新的用法 所以他介紹了 但剛好他什麼詞 什麼詞句全部都有 所以他最難 他可以當名詞詞句 他可以形容詞句 當副詞詞句 所以他最難 所以他是不是應該要先告訴你 你要知道 所以你讀了這個之後 不是你懂了 如果你懂了 那麼我學了三十年 我一定很笨 我學了三十年 有好東西 我沒有辦法解釋 所以千萬不要說 老師我就是想要讀一次就要懂 那你真的太小看我了 我讀了三十年 我很希望你 未來的三年 你就已經懂了 我很希望你 可是你千萬不要說 你想要讀一個月兩個月 你就要把我這樣懂 這樣子 對我來說 我也覺得 那我過去的二三十年不做白癡 學得慢 我是蝸牛 你是兔子 所以不是這樣的 然後我們再來講到 什麼叫補語 補語是補充說明語 所以它是一個形容詞性質 所以它是補語 只是可以當補語的好多 我們再說一次 從一個句子的結構 你從一個字 從結尾可以知道 這個字的結尾可以知道 它是當詞句子的什麼功能 就是叫詞性 對不對 當你擴展出來 我們兩個字以上 我們叫騙語 騙語有什麼 名詞騙語 形容詞騙語 副詞騙語 是不是 好 再來 當你已經變成完整一個句子結構的時候 我們叫做紙句 紙句 紙句是沒有連接詞 我們叫紙句 那既然是紙句 它一定要有個連接詞 因為它紙句 要附屬在人家紙句的裡面的 所以它就需要連接詞 我這樣講 只是告訴你說 你如果聽了我三年的時候 你這樣子是比較容易懂的 可是如果你只是來 剛才講 我會不知道你的老師以前是誰啊 他跟我有沒有關係 他跟李瑶 認不認識李瑶 對不對 我不是不認識 因為李瑶他現在已經九十歲了 我才五十歲 我還差四十年 他畢業的時候 我都還不知道在哪裡呢 是不是 所以 可是我讀了李瑶的時候 我覺得好棒喔 就是一個人 那李瑶並不是在台灣人比較 一個人 本來在歷史上的人物的評價就不是 又大好大落 但是有一件事情是 他真的很厲害 思想很厲害 他能夠對很多人 一針見血 所以沒有很多人喜歡他 因為太誠實 他對人太誠實 好 你在看 這種李瑶 竟然也可以 娶三個老婆 而且每個老婆都這麼漂亮 這是我最害怕的 為什麼我不能娶三個老婆呢 好 童謂語也是形容詞 所以這涉及到我一年級的時候 就告訴你 名詞可以當騙語 童謂語 名詞騙語 騙語可以當騙語 兩個字 然後你看 Kelly 你寫一個什麼 叫做 中國人 中國人是不是騙語 寫一個字 Kelly Chinese 對不對 我不要講什麼 台灣ese 中國人他會生氣 我不是 好 Tinese 可以 一個字的 對不對 一個騙語 我們叫做 總而言之 他放在K的 一個很認真的 有potential student 三個字叫做騙語 你可以用一個句子來表示 這個人 是不是 那叫做形容詞 它就叫名詞的子句 名詞句放在一個句子的 一個名詞的後面叫做同位與直句 所以 這些東西 我再說一次 我再說一次 因為 你是新 很多同學新來 所以你不是很清楚 所以你得要耐下性質 不要急 會急的是 那個擔心你看到你的成績的那個父親在急 可是你如果 你如果不能夠去說服他 你很有信心 我一個學生 家長老師跟我講 我的兒子 我女兒 考多好 多爛 我每次聽的時候 就好害怕 為什麼這個家長 一天他好跟我講這個 然後我就跟這個家長 最後忍不住 就問這個學生 就住在這裡 那個學生 這位同學 你是不是英文 因為他每次上文英文課都好認真 好開心 上文很開心 上課都很認真 唯一的問題 他回家家之後 有沒有做我的功課 這樣而已嗎 好那我就不能在意 然後我就跟他講 你對於還需要老師 我媽媽老師 我覺得你這樣很棒啊 然後我就說了 可是你的家長 對老師說你的成績很差 他給我回答兩句話 第一件事情 老師 英文是我最感到最有信心的一科 我時間花在這個科目最少 第一個 第二件事情 英文在我 我花在英文這一科目 他是高中的 這一科目的時間最少 第二件事情 我的英文沒有考過低於75以下 但我其他科都沒有75以上 可是家長就會跟我講 我的學生 考試又考不好了 英文又考不好了 真的 我都覺得家長的居心是什麼 就是你覺得我不夠努力嗎 你要跟我講這個話 還好我終於有人說 可是家長都講你考試考不好耶 那我想說我還可以為你努力什麼 所以當通位語是這樣講的 所以他這裡有一些 因為他有難 所以叫做Doctor 他有難 到底他當主持 當壽子 當通位語 這個東西你能不能理解 你看他 你不能理解很正常 你理解你很厲害 就是這樣 然後你用我多久來跟你講完 就是你過去三年沒有學的 你想要在這幾堂課就要學文 不能這樣期待 然後我們就要練習一下 That the superstar Jenny Jackson is going to 好 這個句子我們跟你講說 他要當什麼子句 你看 你要先把這個句子看出來 這裡有個動詞 這一個動詞 要看這裡 這一個動詞 V動詞一定是主要動詞 V動詞絕對不會是 因為它是最主要要表達的東西 所以它一定是主動詞 你從這裡看前面一定不是主動詞 一定沒有主動詞 它雖然是一個句子 所以我們就說它是叫主詞的子句 這個從頭到尾都是主詞子句 今天你就是要問說 那為什麼這個that要寫在那邊 這麼改革呢 你如果沒有標識的that 你能知道它是子句嗎 that從來就不是一個主詞 所以它就是要故意寫在這裡 不能省略 你如果省略 你就不知道到底這個是主要子句 就是那個主要子句 這個句子就會混淆 這樣聽懂嗎 所以當你主要子句 當作主詞的時候 那個that是不能省略的 它就是名詞子句 當作主詞 如果你已經可以去分析到這裡 恭喜你 你過去的努力是有代價 有努力是有代價的 你如果沒有懂 你過去努力還是有 只是說還需要整理 好 the problem is 這個句子呢 我們要跟你講 你不寫that 你怎麼知道這句話 是另外一個句子呢 因為the problem is 然後後面 we are running out of time 這是很怪的一件事情 你為什麼the problem is 後面沒有一個段落 然後後面又講到那個句子 這兩個句子有沒有相關 如果你把它省略 這兩個句子好像有相關 用不符合文法 不行 我這樣講過了 that是前面句子的一部分 對不對 因為英文呢 the problem is 不能到這裡 不能the problem is 為什麼 很簡單 is後面要接說明主詞的 你竟然知道the problem is 你就講話說 我是 然後就結束了 他是 然後就再見了 你在說的是人話嗎 還是機器語言 所以你必須要給他一個交代 that 然後用一個相當於that的子句 所以它是一個連接詞 連接兩接詞 告訴你這兩個有相關 然後這個是獨立的 老師都跟你講 只有獨立的時候 我們才叫做名詞子句 如果不獨立 也就是that 如果當後面句子一部分的時候 那就叫做形容詞子句 關係單名詞形容詞句 在第五側的第七課 第八課 第九課那邊 老師為什麼都要跟你講 因為我怕你 怕你覺得說 老師你都說我學過 你胡扯 我怕你心裡面這麼想 沒有告訴我而已 真的有 只是你那時候在學的時候 你並不知道 所以這是你在學校的問題 我不能跟我馬上車上關係 如果你今天認真上課的 經過了兩年之後 你這些話還是聽不懂 我要負責任 好 The Milton told us 可是我們現在遇到一個問題 就是很多學生 就開始請假 請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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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假的時候 我要怎麼知道你有沒有學呢 這是我一個很大的問題 我其實禮拜六不太想上課 就是因為我所有的學生 大家都想要禮拜六來 在禮拜六來上課 所有家長都跟我講 要開口禮拜六 我不想 因為我有我生活 我也有我自己的生活 對不對 活到這麼大 我不能老是為了工作賺錢 所以我不想 可是因為家長 再加上我原來的學生 他真的是這個時間他最好 他打課稅最少 對不對 其他的禮拜一到禮拜五 常常打課稅 Milton told us 你在學校這裡的時候 told us 這個 told 是叫做 叫做受與動詞 你在讀的每一個部分 你要知道 只要有看到這個字 你就要想到它有兩個受詞 一個叫做間接受詞 見人 然後它的主要句子就是這個 所以只有當受詞的時候 他的let連接詞 可以省略 所以在這裡省略 那你就問我說 那let可不可以不省略 Of course 我們說可以省略 意思是說你不省略也沒問題的 他只是多一個字 因為我們到高級英文裡面 你要學會什麼 簡化 你這個句子 用三個字來講 OK 如果你三個字 能夠變成兩個字 哇你優 可是不需要人家聽得到 對不對 你優 因為你能夠 人家用三個字才會講 講清楚一句話 你用兩個字 那表示你優 那你必須要知道 人家普遍都公認的道理 這樣子才有辦法變三個字 變兩個字 不然你講的話就是 然後你就走了 你等一下問一下 那你講那句話有沒有意義 兩個字完全都沒有意義 你要讓兩個字完全沒有意義 還是要你把三個字講完 It's waiting 那就對了 對不對 Kelly is waiting 那我就走了 我要去找Daddy了 對不起 我用你名字可以嗎 不要跟我訴訟 我要本錢 老師你用了名字 用了三次 每一次給你收 五塊錢 好 你試一下找我 請你喝珍珠奶茶 好 目前為止 是三顆 好 再來 And 好 這個句子呢 你又沒問題了 這個是一個很重要的 因為我覺得 能夠問我學生問題 像我一個學生 就是最近進步很多 但是你要想想看 他是一個小時 用一千五百塊請我的 他如果 他如果交出不出這個氣質來 他的爸爸要哭出來 因為很貴 對不對 他爸爸算得很清楚 第一個 第一個 我請你 我是 嘉雲南第一名師 無人出其右 只有出其左 對不對 我劃得來 對不對 因為我找得到 第二件事情 我兒子 如果去外面補習 他那個三個小時 不想在幹嘛 我都無法去理解 對不對 所以 與其這樣子 我寧可讓你上 效率有問題 我上次跟你講說 有一個學生說 一個家中 我的同學 我那個學生他考56.5 我們不要講56.5和高低 但是他說 他的家中同學 去上了嘉義的補習班 集訓班 考三十幾分 這樣來回 那個同學就輸了他十分 十分 十分就相當於一科的分數了 花了錢 考得更爛 他只是一個北高的學生 他考56.5 北高應該不會有十個人考低 他高分 不會超過五個人 搞不好不會超過兩個人 搞不好就是他一個人考56.5 我覺得他很棒 因為他讓我看到 他是從高一才來的 他在來的時候 是叫做B家而已 所以 Wand the lottery 他剛來的時候 我讓他唸十個字 他錯了六個字 剩下四個字 I You 他會 對不對 And he would treat us Treat us 這個 所以這個字 你要去讀到這個部分 我們現在問到 你當你知道 你除了認識 想知道他什麼意思之外 你還有一個概念 請問一下 這個treat 是不是有兩個受詞 是不是 兩個受詞 它是不是受於動詞 你得要有這個能力去判斷 那換句話說 你如果把us 搬到後面去的話 那麼介系詞 要用什麼 是不是 Tell something to us 對不對 Treat all to a hearty meal Treat 應該是 Treat 沒有 這裡沒有 一看沒有 這個s 都在這裡 就不能有true了 所以這裡就是要接 Treat to 所以這個句子 你如果 放到 that 那你就問我說 那可不可以省略 你如果省略下去 你就會遇到困難 到底這個句子 是跟這個對等 還是跟這個對等 因為前面有兩個動詞 所以為了不要讓你混淆 我一定 that不能省略 因為它只能跟這個對等 它就是叫子句 你叫做 that 就叫子句 所以這個只能叫子句 不是主要子句 它是因為這種邏輯 這個邏輯 就跟你的數學一樣 所以你說你數學很好 還是你的英文的邏輯不好 這是不可能的 你英文邏輯很好 你數學不好 這是不 你就是數學不好 這是也很難 因為這是同樣的學科 同樣都是英文的思考邏輯 好 Since she was young Sarah has had a dream of that one day 所以這個字也是 that 為什麼 它用 one day 是時間負子 he would become an A-list A-car in Hollywood 所以A-car會了吧 A-list 在名列A級的 在B級的 在B級的 C-car C級的 還有F-car像我 我就是Loser 最近柯P 柯市長竟然講一句話 他公開了 他說支持韓國語的 有一些人是這樣 那最重要大部分都是Loser 哇 他講這句話 一口氣就惹麻好幾人 我覺得他真是 已經到了這麼勇敢的地步 我覺得他應該要穿防彈衣出門 韓粉絲真的有這種能力 會幹這種事情 拿槍起來亂射 所以這個部分 你能跟他解嗎 這個let 然後呢 這個let 他是不是受詞 他不是 他是同位於 有沒有 他在說明什麼叫他的dream 所以他叫同位於 同位於是什麼詞性 把名詞拿來當形容詞 所以他是名詞 可是他是形容詞功能 來說明前面的名詞 那你說為什麼他放在後面 因為他太長了 一個字的形容詞 才放在名詞的前面 如果兩個字的 一定都放在名詞 他所修飾的名詞後面 這個東西 你得要聽我講幾次 你才會願意聽了 你才可以慢慢的熟悉習慣 他是邏輯的 可是你不要期待我一下就好 所以這個我們在第五冊的時候 就會講到名詞子句裡面 就有一個叫做間接敘述法 間接敘述法 就是問你說 你是不是學生 要轉接說 我問Kelly 他是不是學生 這個就是在問的內容 變成指句了嗎 叫做間接敘述法 我不知道 你願不願陪我喝杯咖啡 這樣看起來好像有 有那種 我關心應該是可以 這樣開個小小玩笑 你媽媽應該不會介意 你最近越來越好了 以前就是 好像有點尷尬 老師 現在應該不會 我相信你是相信我的 老師這十幾年來 人光明磊落 工作上面我對自己 很有知見光明磊落 我的學生 我很清楚知道 我可以帶你到哪裡 我每一年都有一個奇蹟 我去年就會講一個奇蹟 我今年講一個奇蹟 其他不是奇蹟 而是其他沒有誇張到那樣的地步 但是我覺得你相信我的話 我很願意帶你英文一帶 可是你英文一帶好 你其他科你也知道 我到底花多少時間嗎 我得到多少的結果嗎 這你應該可以自己評估 而不是我來評估 我們最不要做的事情 就是去評估別人 去評價別人的努力 所以有時候 我也是用這樣子來看 所以這個 whether 其實就是說 他就是以前的 Do you? Are you? Is he? Is she? 然後要轉換的時候 要變成這個 whether 所以 whether 這裡還有一個意思 你看 the provenance 這裡叫做是否 那是不是 是不是 Are you? 你是不是學生 所以他就是是不是 他用來講 那 whether 就是還有是我 那還有一個意思 他叫不論 所以他這裡有講到 上次講不論 好 好 這個部分我們上次 那個 where to whether to 這個是可以 if to 就不可以 就是因為上次給你講 我要趕快調過來 我必須要趕快下來 再來就是 他把所有的這個 本來叫疑問詞的 我們現在把它叫做連接詞 連接詞就是放在 主要子具的後面 這個叫連接詞 那他有時候也會放 所以我們要練習 這個是我的教材的第83頁 83頁這裡就講到 I know where the restaurant is 好 本來句子是什麼 Where is the restaurant 所以你在國中一年級的一開始 我告訴你 疑問句的三步驟 你要等一下聽懂 老師呢 這是從這樣一點點一點點 然後讓同學熟悉 他是可以檢驗老師的思考的 你聽了我三年 四年 兩年 你可以檢驗 老師你講話有沒有矛盾 因為我教這麼多年 我不能夠有矛盾 至少在你們學習的這些內容 如果到大學就不見得 我就常常講 我不是最好 因為我都在台北 我也不是那些最好其中的一個 我沒有比其他的 在台北很多名師很好 但是如果有愛心的話 我很有愛心 因為我很願意在這裡 教養我同鄉 同鄉的子弟 他就不一定要 我請過喔 我從台北我說 你每一次下來 教我禮拜六禮拜天 飛機 飛機費 飛機喔 我出 早上我去開車去嘉義機場接你 禮拜六 禮拜天我請你 我讓你住兩天住飯店 我請你早上吃完早上 我開車送你去機場 然後每個月給你七萬塊錢 天啊 在十年前 十幾年前 給他薪水這麼多 兩天 他就來教兩天 然後呢 我接機送機 我當作外勞 這樣一個月給他七萬塊錢 他喔 本來是還蠻高興 因為其實大學 就是他工作不久 就二十六歲 二十五十六歲 然後我本來已經談得很妥的 他要來了 突然之間 我覺得好好不來 而且我回去那份 我沒有未來 我回來這裡 我沒有未來 我想要住台北 所以他後來又取消 哇 我所有計畫全部都泡湯 我不是進溫泉 不願意回來 所以我說我多一個好處 是我願意回來 好 現在所有的中南部的補習班 請不起這些台北市制 因為什麼 現在交通費不貴了 那來回那個高鐵的費用太貴了 然後現在學生不多 像那種大部分補習班 一般的學生如果有三次 我都問了 一般有三次個 哇 了不起了 他以前一般是一百多個 他可以請的 現在沒有了不起 所以 這個句子 Where is ran 我們稱它叫做 第一個部分 我們在講一年級的時候 你要知道 一問詞 你在寫一問句的時候 你要問你 一問詞在哪裡 如果有一問詞 一定要發現句子最前面 你光是聽這個你就有講語 看了這樣就知道講語 第二個 你要倒裝 倒裝就是把B動詞跟 你如果來得及抄筆記 你這樣子沒有辦法訓練你自己 要學會抄筆記 你覺得你想要聽就聽得懂 這個是很難 要練習一下 第三個 你的句尾要有標點符號 很多同學 你看 我們看Kelly 他從小聽 他每一次抄 他抄了三年 他還是在抄 這不是代表你一定會好 當然多好多好 是代表我對你的那種誠意 會越來與日俱增 我知道我一定會幫你到你 人生最想要的巔峰那一刻 你可能還不知道 你如果要出國去念書的時候 不管你到日本 到全世界哪裡去 你要去非洲大學 也可以 但我不太認識非洲大學 你要去 任天良還講 你只如果需要老師的推薦信 推薦信非常重要 有天封信就決定你會不會入取那個學校 而不是什麼你有多大的履歷不需要 你會看很多YouTuber 他們到全世界的地方去讀書 他們都告訴你一件事情 推薦信最重要 你是誰的學生 他寫推薦信 他後面信比較簽名 這個很重要 好 就說你到我去念英國大學的時候 我推薦信寫了三封 有三個人推薦我 除了我在大學的時候的教授 他一定會願意我 我是去申請英文成績 因為我們的大學成績是中文 然後換成英文成績ABC 因為學校老師都是給你90分 85分 30分 然後你要換成ABC制度 然後我順便去拜訪他 帶了兩串香蕉 然後說老師 你可以願不願意幫我寫推薦信 他說好啊 我願意啊 你是我學生啊 好 但是 內容要自己寫 我幫你負責簽名 老師 老師 所以我寫什麼都可以 對不對 到最後我要自己寫 英文啊 然後他幫你簽名 對不對 這樣啊 但是我不會啊 我幫你寫 你放心 我幫你寫 好 那我幫你寫就要看到 你在我的印象中 我能夠幫你寫多少 你這三課 一天到晚都請家 一天到晚都打瞌睡 我要幫你寫什麼 我問你問題 你不回答 我要幫你寫什麼 今天這個教授 這個錄取你的教授 是因為 他看到一個 一個旁邊的人 來對你描述 他 知道的這件事情是 這個人他有多欣賞你 不是一些空話 是他寫的內容裡面 有沒有這麼的跟你那麼多的互動 那麼的真切的描述你 他三課 他絕對不敢公然的趴在地上 不是趴在地上 趴在桌子上 他一定會 就算趴在桌上 他眼睛也會半張的 打瞌睡 你如果寫到這樣子 那個教授非常感動 因為你真的對他真的很觀察 你一定要對他一定有一定的愛心 對不對 這個就會變成好的推薦性 一定錄取 我相信我 好 我就是這樣寫 這個學生上課的時候 我就是替我的老師 寫上課老師打瞌睡 我相信他昨天晚上一定很忙什麼大事 因為我那時候 大三大二的時候 在搞學運 學生運動 我晚上都晚上開會 哪有客人讀書 大三的時候 考試都不低 60分都很好了 對不對 大二的時候 全系第一名 拿豬卷獎 大三的時候變成很後面 因為什麼 在忙著社團的學生運動 每天都在總統府 丟雞蛋 對不對 每天都在幹這些事情 你怎麼會成績好 你成績好 兜雞蛋 你好棒喔 沒有這種人 他說 但是我真的體會他 因為他真的每一節課 都來問我一些問題 是不是 然後願意跟我真誠的表達 他的無知 ignorance 我在寫這些東西 就是寫對我了解 因為他跟我講說 老師對你不夠了解 只有你對自己了解 然後你寫了之後 我幫你簽名 可是我能夠認同你所說的那句話 這是不是就是一個背書 endorsement 好棒 所以你在這裡的這麼多日子來 不就是我在不斷地觀察你 然後把你的記憶放在我心裡面 對不對 所以你要趁我沒有腦臉症症 或者是阿滋海默症之前 要讓你推薦信 好 What happened 這是一個句子 Tell me what happened 好 在wh的功能這個子句 我們要告訴你 這個部分 當作主詞 我們做名詞子句 Why she left the party so early 這個句子就是一個句子 你看他完不完整的判斷 然後你看到意思 就知道這個當主詞 不會有錯的 然後 What Amy said 他所說的 好這時候你要看 這個what一定是say的一部分 所以what又是關係在名詞的 他當作say的受詞 這個你在以前有沒有觀察到 有沒有 有沒有 有 好 不要加把 加了把 那就等於沒有 好 Surprise me 這叫動詞 好 所以當作受詞 如果你說聽得懂 那我就直接跳過來了 因為我這個 再來就是 我跟你講你到了高級英文 你要學會shorten 要簡化 所以 剛剛是一個句子 我們要簡化叫做片語 片語叫做phrase f-r-a-s-e 我每次講的都不一樣 所以要phrase phrase當動詞 就是你寫了一篇作文 老師幫你修改 叫做phrase 對不對 修改有兩種 一種什麼 大幅度把你變來這種變去 把你這個變到變成這個變成這樣 叫做rephrase 如果phrase 你把這個詞 我換了另外一個詞 這叫phrase 用片語來去用你原來的一個字 或者是我把你 這位掉你的位置 這個叫做rephrase r-e動詞 就像r-e就是我再來換句 不過phrase 我給你修詞 修飾 對不對 都是好的 所以我現在教你了 這是高中智慧 要會喔 我講到每個東西 都是你在 我的成長過程 我遇到困難 沒有人幫我解決 我在突破過程中 好痛苦 好 這裡 the question is when to start 所以這個句子 你本來是 要接that 但是因為這裡已經有一個連接詞 所以that 不需要 所以when we should start when to start 所以你的思考 在什麼 我這個句子我寫得出來嗎 這是第一個 第二件事情 我可以換得下來嗎 這是第二個 第三件事情 我如果還回去 我會怎麼把它完整還原 第三個 你必須要想到第三個 我要能夠還原回去 這個比較重要 對不對 這樣子你才有辦法寫出很漂亮的文章 如果你不知道是怎麼還原回去 那還原回去就是 你的主詞不見啊 你要加上一個主動詞啊 是不是 你不加行不行 很難 你主詞要加哪一個 講得出來嗎 英文都有機可學 你往前 通常就可以知道 往前看通常就知道 他必定只能是we 所以這個只是一個句子 我要告訴你 原來你是這樣想的 好 好 那接下來就是 我們在句子轉化過程中 上次我可以講 如果是Do you的 就叫間接問句 所以我們叫做間接問句 他在講什麼 What is he talking about 這個叫做直接問法 我在跟你講話 我直接直接問 這個叫直接問句 然後這個呢 我們加上這個 通常通常是間接的問法 還有比較客氣 我如果直接跟Kelly說 他在說什麼 我都聽不懂 他在講什麼 都聽不懂 我就直接問這樣 他在說什麼 通常這表示什麼 我比你位階大 我的地位比你高 所以我跟你講 你通常會回答我 如果我說 你知道他在說什麼嗎 通常是尊敬你 很客氣 對不對 那這就涉及到 我跟你是什麼樣的 一個關係 地位 如果你是公主 不知道公主 願不願告訴我 他 對不起 假設你是上位 他在說什麼 對不對 這就是你表示尊敬 比較客氣 好 所以 Do you know what he is talking about 所以這個句子呢 有道莊 所以間接的表達方法 這個名詞句就是 無道莊 它的差別通常在這裡 這個部分呢 我的學生大部分都練習過 我們大部分都練習過 只是說你練習的時候 你出錯機率大不大 好 就算 Where can I find 變成 Where I can find him 好 然後你要把它解釋 變成 Where to find him Where I can find him 就是Where to find him 這叫做騙語 所以從一個字 到一個騙語 到一個句子 句子 你到了高級英文 句子變成片語 片語到一個字 你要變成一個字 就是文言文 好 所以再來 我們呢 已經練習到Quest Time 這裡 Kelly老師這裡 上次有沒有練習過 沒有 好 從Joey來開始 第一個 因為我們Joey馬上回覆 我當然要請他那一句 我們會出國 或者不是 所以這個字叫 是否 請念 Budget Budget 好 Budget 其實它本來是Budget 但是為什麼 D跟G 你的橋樑都是唸 Bridge 你會不會唸 Bridget Bridget 不會嘛 好 所以Bridget Jet Budget Budget Bridge 這個我有這樣 我有告訴你 這個東西叫拼音學 裡面有一些道理 是可以懂的 好 但是我不知道 嗯 在那個時候有沒有聽 好 所以在這裡 你會唸Weather 那麼我就要問你說 一到一有差很遠嗎 是不是差很遠的 所以它應該是唸短母音的 TH都有兩個字應該 兩個字應該 告訴你前面 這叫做短母音 這叫做Weather Weather Weather 所以你下次就要去 你接下來就要講說 那天氣 Weather Weather 這兩個有什麼差別 你如果分出來 自己可以分出來 恭喜你 你自己找到一個方式 無關對錯 而是你找到一個方式 很棒 因為這是你自己努力 可以永遠的把這個部分 區別出來 如果你問我 你也很棒 因為你願意去學 那只是說我教你的方式 你要願意接受 好 第二題 請那個 Joey I'm Operate The Machine 好 這個字呢 你會比較挑戰的事情 是CH 它是唸SH 這個是只有法語才會發生的事情 所有CH唸法語的 唸法語一定都 所有CH是唸SH的一定是法語 這是跟你講的單一個概念 第二概念就是 法語它普遍用在醫學 所以你看到CH唸醫學 第二個 食物烹飪 對不對 大概還有服裝 法國的三大特色 法國的三大特色 因為英國人為什麼會使用法語 因為一定是在服裝設計 在醫學 因為法國一開始 醫學是非常發達的 第三個 因為當然 剛剛醫學發達一定是害死很多人 殺死很多人 因為毒藥毒很多人才知道 這個有毒 好 第三個就是什麼 美食烹飪 你們對法國認識 就是從三個 所以我們學到很多字 一定就在這三個領域的範圍裡面 錯不了 那在工業的製造裡面 這個叫機器 當然法國的是在機器院 非常的好 所以這叫機械 好 Mach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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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語的I-N-E念in 法語的I-V念iv 所以我們的Leave 就是這樣來的 因為我們很多字 這個部分就要講到歷史 所以我只是因為你 你念的時候不太清楚 所以我要跟你講 機器 operate 第一個字 operate operate 叫操作 好 再來第三題 Titus I'm wondering 你今天是因為看了下面 我不是說 你看了答案之後 你怎麼想 我們在想這個how的時候 你怎麼想 因為你同樣的這個 你要去判到 第一個 operate the machine 有動詞有受詞 換句話說這個句子是完整的 換句話說它跟這個沒有關係 跟這個沒有關係 你要先排除什麼 what who 這些名詞的連接詞 what who 一定要先排除 因為它絕對不會是what who 或which 第二個 就是how where how why where 哪裡 所以因為說 告訴我 所以你除了知道它是名詞 告訴我 操作 操作要到底什麼 哪裡操作 什麼時候操作 還是 如何操作 還是 為什麼操作 都可以 how where when 對不對 how where when why 都是可以 然後這就已經縮短了你的選擇 所以最常見是如何 如果你要用其他的 像 where 哪裡 可不可以 用 when 可不可以 可以 用 why 可不可以 可以 那時候你就要問 你要問你自己 跟前面有什麼關係 前面有沒有提示你 這句子有沒有 我是在這裡是很新的 所以你要問說哪裡操作機器 那你就連機器都不知道在哪裡 那你說什麼時候操作機器 那你不知道你上班時間 對不對 他前面一定會告訴你時間跟地點 你就會用會兒跟會 好 第三句 Everyone is eager to 好 這題選擇A 是因為你知道了 名詞指句 它已經不是問句 所以不可以倒裝 所以A是無倒裝的 他其實沒有辦法看到倒裝 其他都有倒裝 就是諸動詞或V動詞 放在主詞前面 這個叫倒裝 那麼你要試著去 其實是做出自己的筆記 你問我大女兒 他是不是有一本筆記 從小一直寫到現在 他現在能夠做筆記的習慣 所以我們保證他英文一定很好 有些時候習慣決定了人的成就 人的成就決定了你的心態 好 第五題 TITUS I have no idea 好 你知道what to do 是個名詞騙語 那A跟C哪裡不對 你看看 基本上A、C 就是都有倒裝 它不適合當作詞句 然後再來是 I have no idea 它是口語 它其實的意思就是 I don't know 好 然後你這時候就可以問我說 I don't know 跟I have no idea 為什麼要不同的表達方式 你如果願意想這個 我覺得你的英文高竿 因為你開始去區別 因為它中文意思 看起來沒什麼差別 我沒有這個想法 我不知道 對 意思差不了多少 但是它的用法有什麼差別 當你知道用法 你出去國外 你就會得到好評 你就會跟你講 嗯 你的英文真的很棒 而不是這兩個什麼 代換不代換的問題 因為是學校老師的問題 好 再來我們的間接引數句裡面 是我們上次跟你講的很難 那很難 我只是告訴你說 敘述的過程當中 會發生什麼事 我有沒有可能現在 如果我要認真交的話 間接問句要交兩個三小時 兩個三小時 兩個三小時要六個小時 我才能夠很負責任告訴你說 你會了 兩個三小時要六小時 你願意嗎 恐怕這兩個三小時 就六個小時 你有四個四點五小時 都快要受不了 所以我不能夠 馬上我只是告訴你 她現在要怎麼辦 我們來看 Sandra said I will leave 這個叫做 這個雙引號的過程當中 這叫直接引用句 我們直接用她當時說話 所以你看 她用過去式 她當時說她將會 所以各位同學 這件事情發生有沒有 她離開紐約了嗎 不知道 但是你很好 你願意跟我回答 她當時說 我明天將會離開紐約 然後她說還沒 那麼 當時可能就是兩天前 兩天之前她說 她說我明天離開紐約 所以現在來 我建議講這句話 她一定已經離開了 因為兩天前的隔一天 還是過去式 是不是 Tomorrow 要想清楚喔 這個叫做直接引用句 你聽的時候 He said She said Sandra said I will leave 你在口語上 是不是能夠這樣說 這很困難的 對不對 所以她只適合 只適合在文章中寫 這叫直接引數句 你要如果在文章寫 要寫什麼 Sandra said 所以你要學會這個 She would I要給成she 為什麼 這是在文章中 或者口語當中 都可以寫 所以你知道它的重要性了嗎 你這個只能在文章中 你沒有辦法口語說 你文章口語都可以寫 可是你覺得這樣的變換很難 因為中文沒有辦法變換 她 she would 所以你看喔 她告訴你這要變化 next day Tomorrow 要改成next day 為什麼 我跟你講 如果是今天星期六 對不對 她在星期三 那麼她什麼時候離開 她如果這是星期三 她什麼時候離開的 禮拜四 答對了 Sandra禮拜四離開了 對不對 好 那如果是昨天禮拜五 她離開了沒 不知道 因為今天是禮拜六 她隔天 她到底離開了沒 不知道 聽得懂嗎 聽得懂嗎 如果她寫什麼 Tomorrow morning 那麼肯定已經離開了 Sandra said I will live for New York Tomorrow morning 那現在 她是禮拜五說的 那禮拜六現在 她是不是離開了 是吧 因為她寫Tomorrow morning 就是禮拜六早上嘛 這個很難 所以我告訴你 很多同學轉不過來 因為 那你的第一個部分 就是要先轉 好 接下來就像 Logan說 I saw you export 我看到了 昨天看到了 所以 這個問題大了 今天她說的時候是星期五 請問一下她什麼時候看到她的 男朋友 答對了 你能看的 你能看的 所以她轉變的時候 變成什麼 昨天要什麼 the day before the day before 那一天之前 這直接係數 這叫直接係數 叫間接喔 Logan說 I變成he 然後這個 當時的直接係數 用簡單過去 是要變成過去完整的事 為什麼 她要比這個set更早 所以你是不是有未來要學習 你很清楚 你有過去沒學好 你有未來學的 這就造成你高中練得很痛 為什麼 因為國中不肯把這個考 考了這種人家長抗議 考那麼爛 但我的兒子考得很爛 對不對 不能考上建宗 然後她忘記了 別人她讀得好 她讀建宗的時候 她進去建宗 她怎麼競爭 別人考進去建宗 你好讓她考簡單一點 她進去建宗 可能競爭 不能競爭 她兒子都會很痛苦 He had seen my ex-boyfriend the previous day 所以你要知道 昨天要改成之前 先前的那一天 或者是the day before 我們已經出現了 the day before 什麼叫the day before the day before 不是說yesterday 但是你在敘述的時候 只有直敘述在the day before 就是前天 可是如果講 之前那一天 叫做the day before 漂亮 我是跟你講 before你以前都學 老師都跟你單獨存在 現在有沒有單獨存在 沒有 沒有 所以我說是不是難 因為我之前都跟你講說 你要跨越 你要跨越你 之前要把那些過去人 因為你的學校老師教 你的學校一個禮拜教你六堂課 五堂課五小時 講那一堆堆 讓你死背的話 然後它就是你最大的緊箍棒 因為它讓你無法成長 無法呼吸 我一個禮拜上你兩節課 你在打喝水打半節課 所以你事實上只有上一個半衝動 所以我的對話影響力不大 好這些東西都是舉例 好現在我們要回來 我這樣講了之後 只是又告訴你 那複合關係代名詞 就是另外一個新的 在第90頁這裡 複合關係就是 他把whoever whatever 就是這些字 再加上ever ever ever叫什麼 從這裡之前的 之前所有的 我們叫做the time before the time before 所以我叫做第一個ever Have you ever 你有沒有去過基隆 Have you ever been to Keylong Being這個字就是 這個時候之前 從以前到現在 之前所有的時間 那如果我說 I've never ever 加上ever 我絕對不會 以後 之後所有的時間 我是不是跟你講 畫一個東西 我在講ever的時候 我畫一個東西給你看 你如果有印象 這是現在 now 不包含現在 這是數學 這裡叫做ever 這個叫做ever 所以ever其實有省略一個字 叫做ever before 這個叫做ever什麼 after 這個有now之後 就可以用then 從那一個時間 所以白雪公主 從此跟黑馬王子 過著幸福快樂日子 請問要用ever before 答對了 你能夠反應得出來 因爲什麼 他就 改成land的時候 就ever after 到現在白馬王子 白雪公主 還跟黑馬王子 繼續過得幸福快樂日子 對不對 只是生了一陀螺庫的 每天他都被 那十六個小孩 就是小矮人 累死了對不對 所以有劇傳 小矮人就是白雪公主 這個後代 好 那白馬王子 到底有沒有跟他生呢 就是電影可以拍的 好 好 再來whatever 所以 ever就是所有的一切 就是不符合你現在的東西而已 對不對 所以有ever before ever after 那麼這裡說 不管是什麼 whatever 不管是什麼你有的 那就現在沒有的 不管是什麼你沒有的 就現在有的 對不對 whatever 哪一個 任何的哪一個 好 所以這個叫whoever 不管任何人是誰 whoever 他的意思就是等於 各位同學 他有一個很清楚的定義 就是whoever就是anyone who 只要有這種人的符合這個條件 就是我要的 那麼在whoever呢 就是whoever broke the rule 打破規則的 就是破壞規則的 就要被懲罰 任何人就是沒有例外 對不對 好 再來 你們要小心喔 這老師都只是跟你講 我首先用中文跟你解釋 第二個就是我告訴你 又是文法階段 文法才能幫助你思考 可是我現在沒有了 whoever 到底他當後面句子的主詞或受詞嗎 當然一定要 因為他是叫做名詞 who是名詞 所以他一定要有名詞的功能 不然你放在這個句子他沒有意義 那再來就是這個whoever 有沒有跟前面句子有關 你要去各想一次 有沒有關係 我們問一下Ryan 請問whoever有沒有跟句子前面有關 我們舉例子喔 給我那些 只要把這個東西給那個有需要的人 請問一下這個whoever跟前面句子 有沒有佔一個一席之地 有 答對了 恭喜你 他就是當前面句子的受詞 他又當後面句子的主詞 所以關係詞就是在於 他跟前句子是甚麼關係 他跟後面是甚麼關係 來決定了這個關係詞的功能 你聽一次聽兩次聽三次 你慢慢有在思考 你就會越來越清楚 在whoever 難喔 whoever用 因為學校老師都沒講 whom到底怎麼用 但是我相信你一定有聽過 我知道怎麼用 好 所以我們要快結束 最後來做題目 whoever whoever 這個部分你接下來就要練習了 好 quiz time 來 我們請 我們請Henry來 看這個電影的人 將會深深的被感動 whoever watches the movie will be deeply touched Deeply touched 好 Deeply 所以這個句子 你要去判斷 他當後面句子的主詞 他是當前面句子的主詞 所以whoever 擔任了兩個前後句子的各一部分 他是一個不絕對必要的成分 who同時擔任了 所以他才要用whoever 如果是你的以前的who 是不可以的 who 以前的who只能當作他引導句子的主詞或受詞 就是只有在這裡是必要成分 他不能當作前一句子的一部分 不行 現在加上ever之後就可以 所以他多一個字 所以他叫做anyone who anyone就是要當作will be的主詞 who要當watch the movie的主詞 所以他叫anyone who 各位同學你看到了嗎 因為我每次都有晚下課 我其實是不願意的 所以因為我怕很多同學會覺得 老師是一個很囉嗦的 好 接下來 Henry再一題 I like什麼 I like whatever mom cooks 好 所以你用的whatever 第一個 whats 是不是當後面句子cook的一部分 是 所以你就不能who 哇 那媽媽就煮人喔 所以這個不能whoever 我喜歡媽媽煮的任何人 原來你們家都是人肉叉燒包 所以他不能who 因為當作名詞指句 你看他當後面句子一部分 他只能what跟who 沒有其他選擇 如果你剛說whitch 那你就要看看whitch是代表什麼東西 whitch要有一個條件 他必須要前面有個名詞 前面沒有名詞 所以不能whitch 繼續得 關係在名詞的時候 就要用發 好 老師要講文法 講得跳跳式底 我現在就是盡量不要 因為有一些同學是新來的 我實在是不能夠講那個文周周的 再來 他又是當作like的一部分 所以what 他有 whatever 叫做anything 我本來前面就有 anything that 或者是everything that 所以這涉及到為什麼一定要that 不可以用which 你們就涉及到限定用法 什麼叫限定跟非限定用法 那我又花時間請 同學聽我聽限定用法 大概聽了三次 但我每次都講一點點 你聽過三次以上 好 所以下一題 我們再換Ruby Patrick 他會做一切所必要的事情 來達成就成功 Ruby 念念看 很好 你自己把它念出這個句子來 念對了 老師如果聽得下去 你永遠就不會錯了 對不對 所以我一定要等待你 所以你知道那個等待其實是 怕你受傷害 又很希望你成功 你一次念對了 你就對了 下一次你就不會 因為你有信心 因為老師可以讓你 也可以聽得下去 聽不下去的時候 就要跟你講 怎麼去調整 對不對 成功了 第四題 Either 這個字也可以念I的 不是星期六 就是 Either or 這個我們在第五側的最後 或者第六側的開始的時候 叫做什麼 進階的對等連接詞 第六側開始的時候 第一課 對等連接詞的隱身版 算是從all來引申 不論是星期六星期天 你都是去選擇哪一天最好的 就是有特定的 前面有敘述 但前面敘述很文周周 現在老師直接題目說 你為什麼要匯取 因為匯取出來的時候 表示你有限定的選擇 絕對是只有在我提供給你 所以當你匯取的時候 要嘛就是前面 要嘛就是後面 有你要選擇 之外的請不要選擇 蘋果或香蕉 你喜歡哪一個 所以你就不能選柳橙 你就不能選蜆辣 你就只能蘋果跟香蕉 或者是兩個都不要 或者是兩個都好 或者是什麼 兩個都可以 是不是 所以像這種匯取的 我在一年級就告訴你 有五個回答方式 那你不能說老師 我一年級沒有啊 所以你要現在告訴我 那對那些已經聽過三次次 四五次的人 我怎麼對得起他呢 所以你私底下來問 James 來我們請 好 所以whoever就是meet的一部分 他見到的人 任何人with就是要the source 所以whoever兩個字 一定要必然跟前面句子 主要句子要有關聯 一定是他的一部分 也是後面句子一部分 因為是從關係詞的條件來的 很難喔 因為你的關係詞在國中並沒有教那麼多 可是你卻要學 你真正要學的卻是這麼複雜 所以你才會這麼快放棄 文法選 我們請Kelly來演講題 第一題 他來不來都不是很重要 對我不是很重要的句 來請說 whether他最常接就是接or not 那這個句子呢 我們最好不用if 因為這個if他通常放在句中間 他不要放在句子前面 因為他不適合 他if是whether的必要 不得已的 所以whether放在句子中間 都可以 正式的是whether if不是正式 所以別人把他沒事當主持 因為if當主持會變成什麼 人家就會聽 假如 會容易引起誤解 所以 在說話上要盡量避免 第二題 好那個 就是 Angel How can you believe? That he is unreliable 這個字呢 un告訴你相反的方向 然後reli 這個字是信賴 可以躺著 reli 可以重複躺在那邊 表示可值得信賴 然後去掉y加iable 就是值得 所以unreliable 三個字 你一定要學會 這種字 老師很常常告訴你 要養成對字的習慣 這個字 一定讀過一次 不需要讀過第二次 很快就會 這種字很多很多 好幾百字都是這樣 你能夠知道 每個字的變化關係 第一 這個答案 What he say 首先你要知道 能夠當畫面句子的一部分 就是只有這三個 這全部都有 然後能夠當句子前面一部分的 這些東西都不可以 剩下 what 因為what等於 everything that 所以這個可以有兩個用法 任何的事情 我們在名詞句 它就可以當前面句子 everything 那abc都不可以 它前面必須到一個名詞 前面都有一個名詞 前面都有一個名詞 那接下來就是 為什麼句子結構會這樣 那就是要回到以前 你學的這個劇本句子的結構是什麼 所以我是不是不想講 因為這樣子我又得不起很多人 第三題 henry the news the news that she got married land with show 好 這裡 that she got married 用來這叫做什麼子句 這個問題 我常常問一下 叫做什麼 同位於子句 它在說明這個新聞是什麼 它不是形容詞子句 它是同位於 這個完全都 形容詞就是它 等於the news 後面跟 它後面的句子 一定要跟news有關聯 但這裡沒有 他結婚是個獨立的 所以這叫做名詞子句 當作同位於 男之男在 我不是要文周周跟你講 而是你在思考過程中 你思考到他 這個that 其實是 不是參與在裡面的 所以他只是一個說明的 補語而已 如果他是參與在後面句子裡面 他就變成是一個形容詞 有詞性 因為他是必要的 動詞名詞形容詞必要 好 Do you know 好 Gin 你知道了 這個議程當中的 這個道章不道章而已 對不對 agenda 會議的過程 會議程序 就是第一個首先要做什麼 第二個可能就是agenda propaganda 當你比較高深的智慧的時候 當你讀到propaganda 就是現在社會上很講propaganda ganda 就是這個字 所以 what on the agenda is 這裡是唯一沒有道中的 很好 你真的是挑戰自己 第五題再對一題 我們就下課了 I really I really 名詞子句變名詞騙語 好 你有用到I嗎 如果用how can I 的話 這就變成一般的疑問句 對不對 可是它後面前面有一個句子 對不對 所以它不能夠再有一般的疑問句 但它後面只是一個名詞句子 對不對 所以你不能選擇a或d 你要再試著 再選擇b或c一次 我才能知道你是怎麼思想的 要唸出來 好 當你選擇用what's的時候 你就要知道 what's它一定要當後面句子一部分 要嘛就是當後面句子的主詞 要當受詞 但是這個句子裡面沒有主詞 因為主詞被省略了 所以它只能當受詞 它受詞在哪裡 English 對不對 所以不可以選what 要選how what's一定要後面句子一部分 所以只能是說明它 所以how 是不用參與的 所以I really want to know how to improve my English 你會選到what's 必須什麼 這個不拿掉了 what to improve 這個不拿掉了 what to improve 這樣拿起來嗎 improve 叫改善 他的受詞 如果是what 就可以what to improve 好 第六題 好 最後一題 Titus He wondered He wondered whether I could reaching or how I'm 正常 很好 他在想 wonder 是一直在想 想不清楚 是因為他想知道 所以我們中文通常就想知道 可是中文是不知道 我不知道 你有沒有跟我去約會 I wonder whether you want to go on a date with me 所以中文的翻譯很恐怖喔 這個叫想知道 可是它wonder 本來叫做奇蹟 這個納悶 所以這個句子呢 要什麼 whether 名字是句 好 我們第六題 各位同學 你再試試看 我相信你一定會 做每一個題目就是幫助你思考 你如果期待我一口氣要講 那也受不了 所以我們 老師告訴你 我這一段期間裡面 帶你去另外一個課程之前 我都帶你努力告訴你 你整個的中學課程有哪些 所以這才有這個所謂的上課必要 你曾經學了哪些 那未來會有什麼 至於細部內容 真的是有待每個人的不同 沒有辦法在上課當中馬上就跟你講 但是如果你後面上到 一定會跟你前後仔細交代 好 那麼各位同學 我的作業呢 就是90 這個部分有沒有 所以 whever的部分 我們已經解釋過了 我們跟你講的過程對不對 然後再來就是 97 天啊 97 所以各位同學 我們的下次 會再介紹形容詞句 因為這是在你的很明顯的 第五第六 所以我們應該要直接跳過來 你的後面部分就是告訴你 你在未來 學校沒有教 叫準關係代名詞 我就會跟同學講 我給你保證你三個東西 會不知道 第一個叫as as as呢 學校不會教 但是一定會考 but 關係詞 一定會 它是一種準關係詞 學校一定會考 但是不一定會教 再來就是什麼 then as but then 是準關係詞 它是一種連接詞 可是它有關係詞的用法 好 這個部分 我們要期待 因為它後面的部分就是 你學校是不會教 但是會考 一定會考 保證你在第一年就會考 保證 然後這個 只是把關係詞做一個減少 所以請同學盡量不要缺席 因為我只是要告訴你 你一過去學了 你到底懂多少 所以我們先請你做一下 第116頁 116頁 然後97頁 好 今天就上到這裡為止 今天不是24 是27號 好 DNA部分我們就留在下 因為DNA是本來從你熟悉的題目 然後再 再這樣 但是因為我覺得 再跟你講一下 因為名字是真的 很多同學沒有散過 我突然發現有一個 好